歡迎大家收看小伙子頻道 吃完飯想跟大家更新大事 還有我對短期價格的預估的看法 還有發現流動性有一個新的資訊 一定要聽,因為這個資訊挺重要 時間是2024年6月9日 晚上8點33分,比特幣正在69,400 這段影片是Patreon優先,時間很重要 尤其是留意到流動性這個指標十分強勁 如果想看完整條影片 歡迎大家訂閱,等一下關手機 在時錄影,忘記關手機 如果想支持小伙子,歡迎大家訂閱 8元一天,之後可能會再加價 勞市再升,價格會再高一點 早點回歸 讀者,這段影片也是晚上閒聊 預備了少量廣告 大家講講比特幣,勞動性質疑此類 每個項目都講一講 還有不用灰心,有跌 現在也不太跌很多 不是,還盤了一段時間 為何還盤了一段時間呢 還有,剩下弱了一口 不好意思 好,先講第一部分 BTC更新,一小時圖 兩小時圖,三小時圖,四小時圖 都是帥氣的 如果用RSI角度 原因呢,兩個 第一個就是RSI的高度 相對上是底部 即是說,由高位 72,000左右 回調到最低見過 68,500左右 隨後反彈到6,900 現在去到69,400 現在有一個好的情況 就是RSI的交叉 短期來說 可能相對上反彈機會較大 如果對上一次,相應高度的交叉 都有一個不錯的反彈 但最重要最重要 對我來說 好像現在的流動性 預估能力是強過這個 RSI和MACD 而MACD和RSI 相對上 看二十三小時圖 都相對上不錯 但現在RSI 二十三小時圖 一日圖 都是中性 沒甚麼特別 但見到流動性 有少少反彈的跡象 意味著 下半年仍然向好的機會 相對上較大 對我來說 另外 小火指 在說流動性 預估短期 流動性 現在有甚麼看法 有甚麼走勢 很重要 雖然現在 小火指 很合理 第一件事 看流動性 有三件事要注意 第一件事 當然是看升跌 第二件事 看時間點 第三件事 就是合理高度 第一件事 現在是升還是跌 現在是橫 但小火指 又是甚麼意思 我終於留意到這件事 終於 橫是否即是橫呢 我知不知橫會橫 因為你們太天真了 我現在留意到兩三個 流動性這件事 如果大家有看小火指 這條片很重要 所以 如果講得長一點 都會放入Patreon 或者放入課程 這個部分 再詳細心搞 這裏不多說了 總之 全部都是Patreon 和課程 優先 流動性 為甚麼會說 不是真的嗎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話說不知唱歌 第一件事 今天星期幾 今天星期六 星期日 現在有沒有看到 看一小時圖 有沒有看到 昨天八日開始沒有動 星期六日 原來 我留意到星期六日好像不動 我們計算到上次了 上次是6月9日-7 即是6月2日 6月2日 又是不動的 流動性 即是沒有更新的 可能因為這些數據是官方的 官方星期六日不開工 所以不能公佈這些數據 去計算這個流動性 那流動性如何計算 我不在這裏說了 在課程中 有一集說了這些紅色線 如何計算出來 就是 簡明了全世界所有的 流動性資金最流動的走向 再看到一個 由於我不知道 上一個星期六是星期幾 我們看看時間表 我看看右下角 哈哈 5月25日 自己看 5月25日是星期六 5月25日就是這個位 這裡 5月25日這裡 先看看 25日這裡 不動 兩天 25日不動 26日也不動 即是說 星期六日的數據是廢的 沒有數據 那看到一個 免得 以為 那幾個流動性不動 看多幾個 18日 5月18日 5月19日 5月18日這裡 這裡 看看 18日、19日又不是這樣 一轉18日就沒有聲音 無氣了 所以呢 再看多一個 又說不準 5月11日和12日 5月11日和12日大概是在 這裏 又是不動的 那我懷疑星期六日是不動的 即是星期六日的數據是 橫盤不動的 因為都未開市 或者這個數據是不會更新的 那再看多一個 大家有時候幫我看看 好不好 那5月4日呢 5月4日呢 5月4日呢 就是星期六 那我們看一下5月4日了 5月4日 不是吹水 5月4日5日都沒有動的 那我懷疑星期六日是沒有這個 流動性指標的 那所以呢 那價格呢 就未必有一個 預估作用 那所以呢 暫時呢 現在又多個資訊了 那就是說 第一樣東西了 那個叫做呢 比特幣的價格和這個 流動性的走向 有點累近 第二樣東西呢 就是那個時間點有時呢 是比特幣快些 有時是那個叫做流動性快些 那但是呢 預估力其實是非常之強的 那比如說這個位置呢 有沒有看到這個位置急升呢 但是後市還沒有有一個反應的 那另外呢 第三個呢 就是那個合理水平 實物體水平呢 大概是在 這個現在 小火知道現在那個水平合理沒有 如果用回現在這個 這個不懂得更生的 流動性呢 其實已經合理了 那比如說這個 那怎麼看的 有兩個呢 一個就是看短期 相似的高度 大概這個位置 那我講一個 做六萬六呢 去到七萬元左右 六萬六和七萬元之間 大概六萬八 現在呢 可能要大約 但是這段時間呢 公佈了什麼 公佈了這個 公佈了這個 以太幣的ETF 可能呢 兩個流動性不同之下 但是呢 那個市場那個 對於這個 蜜蜜蜜的熱度可能高了 可能都要升一升 一些 為止加一個 背景 還有 那就是簡單來說呢 我們現在知道 一樣訊息 就是星期六日那個 數據是不會更新的 所以呢 就未必那麼需要 給你休息一下 我聽說股 打風都可能會有 沒有開市 哈哈 差不多了 講了流動性 星期六日升跌 時間和合理價 大致上就是這樣 另外呢 就是這個 多個個 所有東西 雖然我都懂得看 或者現在你講了 我看看 但是當然 你看完和我看完 可能有不同的解讀 還有呢 多個資訊 多個資訊 你就當 叫做 叫做 有內櫃 取消交易 好笑 給多個訊息 嘟嘟的 大概 不再有投資見 沒有人審思 自己想想 多個一句 現在你一直觀察著小火紙 看著這個 你看著我看著它 準不準 不是說我準不準 我準不準 當然越準越好 是人來的 但是呢 如果我看東西 看回這件事 跟著來做 相對上 那個叫做 機械式操作 成功機會好像相對較大 現在呢 觀察了大概這個位置 好像這個位置 就開始觀察了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那個時間 有時是即時的 有時是快過這個流動性的 有時是滯後 最多可能整個禮拜都未定 就是好像這個這樣 例如這個 流動性 急升 這裡不動的 你會看 但是隨後急升 但是呢 這個急跌的時候 價格未動 未跌 可能有一個滯後的情況 但是呢 大致上來說 是吻合的 每一個位置 好像是準的 所以呢 十分之是值得研究的 我將所有的 最新內容 以及一些 基本的概念 都放在這個 課程裏面 有時間 自己看看 六月來說 最重要日子 就是三個 大家在網上 六月十日 我說了很多次 就是WDC 可能會利好這個 AR版塊 RNDR幣 之類 六月十二號 意識 六月十二號 CPI 還有呢 好像還有一個日子 先想想想 不太記得 但最後六月尾會有個PCE PCE 都是一個通脹數據 大致上 可能還有 誒 飛龍過了 飛龍在天 這麼厲害 美國又贏 新增職位 這麼厲害 今晚令到 減息的預期有所降溫 但減息 不要看著 仍然都有機會 今年是九月減 第一次 一會兒說 意識了 我們立刻看一看 現在講九月減息 但六月十二號 就會講意識 但大家已經知道 不會減 最重要是看七月 七月都不會減 所以不用看了 但最重要是看九月 有一半機會 雖然飛龍做得這麼漂亮 對投資算上不漂亮 也有減息的 一半機會 是不差的 我個人認為 減息是在所必行的 所以 每次回調 或每次刺激大市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現在是否一個好的時間 剛才我都講了很多 升了 沒有人知道 但剛才的圖是漂亮的 你看到底 我們按兩小時圖 是OK的 RSI MACD漂亮的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這只是講短期 中期來說都是中性 全部都是中性 沒什麼特別 長期來說 讓人看好 今年下半年就下班了 準備等派賽之前的影片講過 CPI CPI大約都是在3.4左右 沒什麼特別 因為上個月的PCE